好 各位同学们平安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登山宝训的讲道系列 那今天我们会看一段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四节 那么在 那么我先用一段的圣经作为我们的开始 这段圣经呢就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一个教授 因为他每次在上课前总会花五分钟给我们分享一段的圣经 还有些小小的灵修 那因为他读经通常很多亮光 给我很多的这些的inspiration 所以每次都很多的得着 那么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就分享了这一节的圣经 那那天我很记得他就上了就读了这段圣经 然后他其实没分享什么 他只是说我给你们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呢 我不会给你答案 我希望你们自己回去找 寻找你们自己的答案 那么他问的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们的好行为 要怎么样行在人的面前 别人才会看到的时候 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而不是把荣耀归给你 因为有时候你有些好行为出来 别人看到 他说PG好有爱心的 他把credit给你 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你的好行为行出来 别人看到的时候 他不会把荣耀给你 他会把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 他说你觉得这个有分别吗 就是要怎么样行才会 别人不会误会 这是你的功劳 这是天父的功劳 他说我没有答案 只是你回去自己想 那当然今天我也不是会把答案给你 我只是也是抛这个问题 回去那你自己去想的吧 那今天为什么用这节圣经 作为开始 因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 马太福音的六章一到四节 其实他从某一个角度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他不是一个全面的回答 但是某一个角度 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 这段圣经六章 我们先看 当神的生命临到我们 我们会把神给我们的义 能够行出来 行出来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有错误的方式跟正确的 我们先来看看错误的方式 好不好 六章一节主耶稣说 你们小心 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 我特别用了新义本 是因为我喜欢新义本这个翻译 何本是说你们行善 因为我看的原文 其实原文是真的是行义 practice你的righteousness 这符合登山宝勋的上下文的主题 他都在讨论义的问题 就是你们要超越文师法利山的义 他这边讲的是 这个义 主耶稣这个义 临到你的时候 你去practice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是错误的方式 他说这个是错误的方式 就你刻意行你的义在人面前 让他们看见 如果这样就得不到 你们天赋的赏赐 我们以前教母同工 是我们有薪水 但是没有联中奖 自从梁牧师上任之后 他就设立了联中奖 他也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不是赚钱的公司 所以不是联体分红 没有分红 联中奖就是 他也设立了一个 非常清楚的考核标准 就是梁牧师说 我怎么考核呢 就是你的门讯小组 我只看你门讯小组的发展 如果你发展得好 今年我两个门讯小组 明年变四个 那你就有联中奖 所以考核标准非常清楚 所以他有一个标准出来 我不能跟梁牧师说 我今年虽然门讯小组没成长 可是我接了十个婚礼 你知道我跟十对新人做婚前辅导 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 我还额外接了十个离婚的case 我花多少时间拯救会联的婚姻 怎么到年底也给我个联中奖 梁牧师说sorry 不好意思啊 我早就把考核标准给你了 对吧 我只看门讯小组 你要得奖 你知道往哪个地方使力 对吧 天父也是会给我们赏赐 很大的恩典 对不对 不但只得救 还有赏 对吧 还好赏 但是主耶稣知道说 天父的赏赐 也有他的标准 他有他考核的标准 那如果你不知道 他考核的标准 你或许很用力 对吧 你说我表现得不错 到头来天父说不好意思 他得不到 对吧 因为你要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 那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是刻意 行在别人面前 是为了六章二节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别人看到 是为了做给他看 因此他会什么赞赏我 他会认可我 如果你特别做给别人看 是为了要得到从人而来的 那些的赞美的话 他说不好意思 这个呢就不符合得奖的标准 就得不到任何的赏赐 所以这节经文的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给我们一个思考的过程 那这段经文我想跟你们分享一点点 我的心路历程 因为在我信主之后 这段经文陪伴我走过很多年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信主之后 其中有很多年的时间 我的灵修方式是 大概就是不会说读很多圣经 我只想要选一些很好的一些经句 然后就是每一段时间 只想那段经文 把它想通想透 就是慢慢来读 慢慢品尝 这节经文是其中有一段时间 我花很多时间去默想 他也陪伴我 在很多的十字路口的时候 帮我做了很多的 decision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些的 走过的心路历程 希望能够也将来帮得到你 我在信主之后呢 就慢慢发觉 有时候你信主之后参与主事 你就慢慢挖掘自己的恩赐 那我慢慢知道说 神应该有给我一些教导的恩赐 那可能神以后也会用我在 圣经班或者讲台的不是 所以就变成说 我就开始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无论是圣经班 还是讲台的服事 到底应该怎么去用 怎么用什么态度去用这些服事 才能够更加得到神的 这种的喜悦 对吧 你会想 那其中有一件事 开始了我整个思考的过程 是在我读神宣的时候 这二十年前 在读神宣的时候 有一年暑假 我们就去了一个短宣 我跟两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去 那当时呢 其中有个同学呢 虽然我们是同届 可是他比我年龄大很多 当时的他已经是湾区 非常有名的讲员 就是非常受欢迎 他讲道非常好 口才又好 知识面又广 对吧 我很喜欢他讲道 那另外一个同学就口才一般 所以我们就三个一起去 那其中有一件事我们做的 就去到一个城市 我们就办了一个小小的retreat 那在retreat当中呢 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他们两个都要办一个workshop 同一时间 你们知道就是 你在湾区出名 去到美国的中部就没人认识你 那你知道当一个人不认识你的时候 他是凭什么选择 他去这个workshop还是那个workshop 他是凭你订的题目 对不对 那我这个口才一般的同学呢 订了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 所以那天就很尴尬 所有报名的人都去了那个同学的workshop 那那个口才很好 很受欢迎的讲员 只有一个人去了他的workshop 所以看到场面有点尴尬 我就说不如我也来这边嘛 至少充个人数嘛 有两个对吧 就没那么难看对吧 但那一次呢 给我第一个很大的震撼是 我本来以为就一个人嘛 就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可是没有 那个讲员 还是非常认真的 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少 真的把他预备的材料 非常认真的present出来 那时候我很年轻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不是态度 我还蛮欣赏的 就是无论人多人少 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做好 我还蛮喜欢这个态度 那再过了两天 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去到一间教会 那教会有个赋堂 就赋堂呢 就借给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 在那边办聚会 那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是他敬拜的时间 那我就跑去看 虽然是赋堂可是很大 那边可以做好几百人 可是当他敬拜的时候 我去看 其实他台下只有两个人 那我就问当地的牧师 为什么只有两个人 那他说 他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 他在这边宣教几年 可是一直没有什么成长 就只有两个人 可是他说 其实严格来讲只有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是他师母 只有一个 那他说 更严格来讲 其实一个都没有 他说 因为那个在下面听到的人 其实是来学韩文的 他不是在听到的 所以严格来讲 一个都没有 可是他还是坚持 就是每个主日 就是很认真的来这边敬拜 你知道最震撼的地方是 假如我把他那天讲道 我录给你看 我不让你看到台下有多少人 我只录他讲道 我让我播给你看 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以为 他在对着五千人讲道 就那种气势 有没有那种 那种的激情 那种passion 那我说他真的 每个礼拜都这么的 他说对每个礼拜 真的就这么认真 那宣教策略 是否应该检讨一下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边讲的是 他讲道的这种 背后的那种态度 又再一次震撼到我 那时候年轻的我 就有点感动 那于是我就跟神 许了个小小的心愿 我就说神 假如有一天 你真的也会使用 我再来讲他的服事 那我希望 我会用这样的态度 就是管他多少人 一两个 我也应该用很认真的 把他讲好预备好 那我就许愿完了 就没事 那过了两天 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城市 那接到我们的牧师呢 就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天 那聊天的时候 他就知道 原来我在湾区 有参与 这种餐馆团契的服事 那他就说 我们这个城市 很多中餐馆 可是没有餐馆团契 他说既然你有餐馆团契的经验 不如你来帮我们开个餐馆团契吧 那我就说 没问题啊 我可以帮你们 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开 那他说 不如就明天嘛 我说明天 明天你怎么开 你什么都没 他说我们这样啦 我们现在马上 去印个单张出来 明天早上 我们分三批人 我把所有餐馆的名单给你们 你们三批人 每人去几间 你们就花一个上午的时间 跑去餐馆那边 你进一个餐馆就拍单张 认识他们 waiter waitress 他们的大厨老板 那就邀请他们说 今天晚上 我们就有第一次餐馆团契 那我们就来办一个步道会 他说你负责那个步道的信息 他就这样 那我们就上午 我们后来就说 我就问他 你真的要玩那么刺激的东西吗 他说对对 干就玩了 别想那么多 那我就好 我陪你玩 那我们就当晚就设计了单张 然后就第二天就分三篇 就跑去拍 那我们就拍完单张 就邀请了 那下午呢 我们就回到教会 那敬拜队就预备歌 那我就预备一个步道的信息 就开始人生第一次步道会的 很认真预备的 我们就定了聚会的时间 晚上十点 因为餐馆他们玩了 下班就过来 晚上到了 时间到了 那我就预备人生第一次步道会 弟兄姐妹告诉你 可厉害了 全场 一个人都没有 那时候就 敬拜队就问我说 他说 时间到了 一个人都没有 要不要上去唱 我说 这唱个鬼妹 一个人都没有 那敬拜队就说 那你要干嘛 那我说 那我们就聊天吧 于是我们就坐在下面 那我就说 你们有些什么 敬一生很有趣的故事 讲来听听 我们就有什么 可以为你祷告 我们就聊天 其实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那问题是 我们聊了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走进来 原来那个人他下班晚了 所以他就晚来了 他就走进来 那这时候就有点尴尬 就是要不要开 所以敬拜队又问我说 他说 有一个人进来 要不要开 那我说既然都有课 那开张吧 然后敬拜队就上去 开始唱歌 那敬拜队唱歌的时候 我也在想 假如唱到一半 他上厕所 那敬拜队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等他 先别敬副歌 先等一等 你请 那我本来想说 要不要 他们敬拜完了之后 我就直接过去 我就跟他分享 属灵式定律就好了 简单 每一个人 我本来是打算这样 可是后来我也想说不行 我说两天前 你才答应神说 只要一个人 你也怎么很认真 给我讲完 两天前 你还在神面前吹这种 你知道 从那件事 我学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真的不要 随意在神面前吹这种东西 就是不要随便 在神面前许愿 会有报应的 神说你说的 两天前你自己说 一个人 你也认真讲 我给你安排一次看看 所以没办法 因为答应过 对吧 圣经说许而愿意 better do it 我就是硬着头皮 就上去 人生第一次步道会 对着一个人 很认真的 把信息讲完 但是那一次的经历了 开始了我一个思考的过程 在接下来服事的日子当中 其实我也不断的在想 应该怎么调整 我对服事的一些的态度 后来我毕业了 就来到惠兰教会服事 在过程当中 其实这段经文 开始陪我走过了很多 我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这段经文都会出现 都会提供给我一个思考的过程 比方说我想分享其中一段的例子 就是你们知道我们 Milpeters是有国语的 他们是周六敬拜 那其实礼拜六 周六的国语Milpeters 其实有一段时间 也经历过一些很大的困难 尤其是以前曾经 会非常有活力的家庭组 有一段时间 所有的核心成员都离开了 他们要换工作 要搬去别的地方 要回国 所有真的很能干的 那些很成熟 都全部离开 而且不是什么 就是连头走一个连尾走一个 不是都是同一个月全部走掉 对吧 我心想你们约好的吗 就是什么一二三三那种的 突然间就没掉那种 那就剩下学生 而且那段时间 学生还不是那么多 所以有一段时间 其实挺struggle的 就是只有剩下十来人 那时候其实也挺累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周六 其实没有其他聚会 就只有那个国语主 所以其他牧师 周六其实是不用回教会的 他们可以家里预备奖章 那我是 每个周六都要回去 一回去就要一整天就没了 所以有时候也挺累 所以有一段时间 张牧师也看我这么累 所以他也跟我商量说 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 其实他也给我这个permission 说如果你真的想停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把它停掉 要把时间精力 可以用到别的发展空间 更大的事工 他说是可以的 那当然我的观念跟张牧师一样的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包袱 就是我也觉得事工可以开也可以关 开了不过 那你可以关 我把时间精力用在别的 你觉得更有发展空间的地方 是OK的 这我也没有特别的包袱 觉得事工开了不能关 关了羞武神 我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开关是OK 但毕竟是关一个事工 我说还是得花时间 我要去认真想一想 那段时间 特别这段经文帮助我很大 是因为那段时间我花很多时间 照着这段经文去默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它帮助我 理清了我很多思考的过程 那我想分享一点点 我的过程是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花了一段时间 step number one 就是我先把我所有做的东西 全部列了出来 就是我现在在做什么 私立碑奖章 什么分权辅导 什么全部都弄好了 什么发展教会 门训 列好了之后 我就第二step 你就开始想 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最希望谁看得到 对吧 就是我还挺喜欢 如果假如我预配一篇奖章 有人把我的奖道 发给我的老院长看 我还挺喜欢这个 对吧 我希望老人长听到我讲道 我希望我做什么事情 我希望谁看得到 然后我希望他看到之后 给我一些什么回应 当然是好的回应 对吧 我觉得不错 你做得越越好 越越成熟 什么 我觉得你的planning 也越越好了 我当然希望不同的人 看到我不同的东西 我希望我的mentor看到什么 我希望我同届同学看到什么 那我把这些全部都列出来 就是我希望谁看得到 我做什么 他能够给我一些 什么样的认可或者赞许 我会觉得这个 我会很开心 对吧 那我列完了之后呢 我第三个step呢 我就在想 假如这些我对我 觉得很在乎的人 我很想到看到 我丰功伟业的人 假如他们全都回了天家 已经走了 不是咒诅他们死 是幸福美满地回了天家 日子满足贵入列主 那种回了天家 就他们都不在了 他们再也看不到 我的丰功伟业 他们再也不能够给我 任何的认可赞许 任何的欣赏 就是我同届的同学 全回天家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 约出来吃饭 然后吃饭的当中 暗中较劲 对吧 我家会发展到 两百人的你呢 对吧 这种低级趣味的事 我已经不用再做了 对吧 就是他们走光了 老院长也再也听不到 我的讲道了 对吧 都走了 这时候 只剩下主耶稣 坐在我面前 这时候主耶稣说 现在只剩下我跟你了 就只有我看得到你做什么了 现在你来告诉我 你还想不想做这个事工 如果想 你想用什么态度 或者方法去做 你给我个答案 我花很多时间去理清 那最后经过大半年 那这些经文赔了我 这个思考的过程 最后我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那就是假如这些全灰的天家 都看不到了 只有主在我面前 我的答案是 我不介意去牧养一间小小的堂会 我应该愿意 很认真地去牧养他 做门训 我也愿意很认真地预备 每次讲道 我觉得我应该是喜欢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很清晰有个答案 所以我有了这个答案之后 我就知道说 那我最后还是觉得 那就坚持一下吧 现在我回过头去看 我非常感恩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 把它关掉 当然可能会另外一条路出来 对吧 但是我这样看回去 现在往回看的时候 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关掉 我会错过了很多东西 我会错过了人生 很多让我非常值得怀恋 或者最值得我怀恋的一些的回忆 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我回过头来看 发现还好当时有这段经文 陪着我 让我理清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今天把这段经文送给你 希望在你人生有时候 有些十字路口 你都不知道我想干些什么 那时候希望能够帮你理清一些的思绪 让你有个很清晰的答案出来 到底我要不要坚持 有时候你会 你会真的会关 有时候你真的会开 重点不是 重点是这个思考的过程 怎么帮你理清 所以这段经文我很喜欢 那今天也希望能够帮到你 那第二个我们来聊聊 怎么样去正确的行医方式 对吧 六章二节 九月书说 因此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可到处张扬 主耶稣的连带 如果你是个义人 一个敬虔的人 他们会期待你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只要是义人 一定会施舍 对吧 一定会奉献 那第二个 一定会祷告 第三个 一定会进食 这三个是当初 只要你是个义人 都会做的三件事 所以主耶稣也刚好是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 如果你是行义的人 这三件事你一定会做 可是呢 有正确的方式 也有错误的方式 现在告诉你正确的方式 他说 假如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到处张扬 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 以博取众人的称赞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识 六章三节说 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要让右手知道 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好使你们的施舍 是在隐秘中行的 你父在隐秘中查干 必定报答你 对吧 你读到这里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到底你在这些行义 做好行为的时候 是应该被别人看到 还是不应该被别人看到 因为前面说 你的好行为 要显在人面前 让他看到 就把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 那这边说 又说 不要让别人看到 因为故意让别人看到 你的嗓子就没了 对吧 所以假如 你的好行为 没被别人看到 天父就得不到荣耀 假如别人看到了 你就得不到赏识 说你挣扎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 还是我的赏识比较重要 还是隐秘一点 这边不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你 他的答案 其实在六章三节 也有提供一个你参考的答案 他说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在耶稣的年代 假如你做一件事情 是左手右手都知道的意思呢 就是这件事情 是你精心刻意去安排的 就是你刻意安排做给别人看的 这个叫做左手右手都知道 这件事情是刻意的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是 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的 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你没有刻意安排 你没有很重的心机在背后 你是什么 随意做出来 这是你自然流露出来的 就是我今天有感动奉献 那我就奉献了 如果奉献的时候 刚好有人看到 那就看到了 那我奉献的时候 每人看到 那就每人看到了 就是我就自然流露 就是神给我的感动 我就活出来 可是我不需要精心刻意安排 刻意安排是什么 刻意安排就是我奉献的时候 我一定故意在梁牧师面前走过 对吧 然后口袋里面不小心 掉了张雀下来 你还不要去剪 让他帮你剪吗 梁牧帮你剪起来 一剪 上面八大个字写着 十一奉献五千美金 对吧 你还转过头来 假猩猩到了千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 让你知道我奉献那么多 对吧 那种 有点套路 这个叫做你做事 左手右手都知道 这是你刻意精心安排过 你是做给他看 你要得到他的赞许 对吧 假如你信主之后 你很喜欢灵修 我就享受跟神相处的时间 那我也很喜欢在咖啡厅灵修 对吧 我就去stopp 那没问题啊 你就去啊 对吧 假如我去灵修的时间 刚好很多人在 他看到我灵修 那就看到啊 对吧 那假如你去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看不到 那也没问题啊 就看不到就看不到啊 那我也还是享受 跟神相处的时间 因为我不需要刻意安排什么 我就凭感动 就自然而然流露出真实的 我就做了 刻意安排就不是 刻意安排我就会想 梁木会去哪一个大坊 他几点钟去 那我也去那一间 我也早上十点去 对吧 还特别去那边 还特别故意拿本书 书的名字就叫做 世上只有主任牧师好 对吧 对吧 还边读边教 说啊 写得真好 写得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的 这个叫做刻意 对吧 就是我刻意做给你看 让你知道我有多尽情 不刻意就是我谁感动 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如果有人看到那就看到 那看不到就看不到 重点不是看得到看不到 重点是你刻意安排 还是自然流露 随意去做出来 前阵子跟一个父母聊天 他说他孩子大了 现在开始留意我的属灵表现 他说我比较小心一点 对吧 也在他面前装的属灵一点 那我说你要想到你小孩面前装 我说你想都不用想 所有装出来的东西只能骗外人 你骗不到家里人了 现在小孩可精明了 对吧 你想骗他你不用想 对吧 24小时跟你住在一起 你想骗他你不用想 我说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你诚实活出你该有的生命 诚实最好 假如你有些软弱的地方 刚好被他逮到 我说最好的方式 是你不要装 你承认 你刚刚看到 爸爸妈妈有这点做得不好 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的软弱 还在努力中还没改过来 假如有伤害到你的地方 我道歉 这个态度 反而更容易被身边人的接受欣赏 千万不要装 真诚的把你该有的生命 自然流露活出来 真实的 他的感染力是最棒的 过去很多年 所有的调查 survey都告诉我们 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来教会 其中有一个理由 一定是top three的 是什么 年轻人觉得教会太多什么 hypocrate 卫君子 教会里面太多人在装 诚实自然流露你的生命 你在小组也是 跟弟兄姐妹相处 真实的 是很舒服的状态 就是万一你有时 我最近就脾气不好 你就认了吧 你也不用装 我最近真的是 最近没什么耐心 我最近讲话 老是得罪人 对吧 伤害到你 我真的apologize 对吧 我承认我的软弱 你承认了反而别人 更容易跟你相处 相处得更愉快 对吧 你千万不要装 不要装 就是真实的 把你生命活出来 自然的状态 别人看得到 就更容易什么 把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所以不用刻意 很舒服的状态 如果真的有些 对吧 你还没有很软弱的地方 别被遇到了 也伤害到别人 就真的是要承认认错 对吧 就这很简单 对吧 宁愿这个方式 更容易影响你身边的人 因为最自然 最真实的状态 也是影响力最深 对吧 因为这个最长久 装只能衣食 就是你要长久影响的话 一定要最真实的状态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最好的行义的状态 也是最自然 最学义的状态 把神给你的生命 把它表露出来 一定会有人看到的 而且看到的时候 因为很舒服的状态 他比较容易 会把荣耀 归给你在天上的父 对吧 那下一个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 他的 他给我们做了 很好的榜样 对吧 在马太坤的12章15节 他说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很多人跟随他 也医好了 他们所有的病人 第16节说 又祝福他们 不可替他张扬 我年轻的时候 读这段经文不是很懂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主耶稣 你不是应该 越多人跟你越好吗 就是越多人知道 你这么厉害越好吗 这样你又可以赶鬼 又可以医病 神的儿子 应该是 对吧 就是毫无保留的 高度的到处传扬啊 越多人知道越好 越多人看到越好啊 你不是很多人越多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 告诉别人 不要告诉别人啊 对吧 到了17节 经文有告诉你 为什么 对吧 17节 他说 原来主耶稣这样说 是应验了 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主耶稣来要做什么事 18节 他说看啊 我所拣选的仆人 父神所拣选的主耶稣 我所心爱的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向万国宣扬宫礼 你看到像万国宣扬宫礼的时候 你心里面的图画应该是 敲锣打鼓啊 对吧 非常的高调的 所有人都应该 万国人都应该来看看 主耶稣有多厉害 行义仁啊 各方面啊 就是水上行主 不能只按比的一个看到 对吧 因为这五千人在的时候 表演一个 清宫水上飘 哇一下子就整个 加利利 耶路上都知道了嘛 哇有个 很牛的人在那边 可以这么厉害的吧 我要用最厉害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 到了十九节很特别 当十九节他告诉你说 他是用什么方式把真理 万国都知道他的功力 这个方式是你意想不到的低调 对不对 十九节他说 他用什么方式 他说他不争吵 也不宣扰 他不闹 他说人在街上 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 对吧 他听不到他的声音 他说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 他不吹灭 直到他施行功力 使功力得胜 够够低调啊 就是没有敲到打鼓啊 他不吵也不闹 低调到 你听不到他的声音 你要接上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很喜欢江禅的灯火 他不吹灭这个描述 你有见过江禅的灯火吗 就是那种 快煤快熄快熄那种 就是快煤了快煤了那种 你知道江禅的灯火 你只要在江禅的灯火面前 你讲话稍微大声一点 它就灭了 你在江禅的灯火身边走路 你只要走路带风的 你走路快一点 它也灭了 你知道你要多温柔安静 才能够让江禅的灯火不灭吗 你讲话要多么的小声 多么温柔 要轻轻的走 你知道这种形容是 你很难想象 有这么温柔吗 有这么低调的吗 这样真的可以把功里 传变万国吗 真的可以 厉害 真的厉害 主耶稣知道天父最喜欢奖赏什么 这种 你出来社会做事 你发现你最喜欢跟什么人合作 安安静静帮你把事情处理完的人 医生不想帮你把所有事情都干完 那种人真的是 你身边只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你开心的要命 这种朋友能怎么找 非常低调 医生不想帮你把事情就做了 这种真的开心 低调 把神给他的使命就完成 主耶稣知道 所以主耶稣知道说 天父要赏赐什么人 他这种 天父把最大的赏赐给了他 让他从死里复活 身为至高 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 主耶稣说 我知道天父喜欢什么 我知道天父喜欢哪一种人 什么样的方式 他奖赏最多 如果你也想得到天父的赏赐 follow me 很简单的方式 很安静 就忠实的把神给你 托付给你的使命 完成它就好了 有人看到就看到 每人看到就看不到 我就这样把它做好 我很喜欢 以赛也书53章有一段的记载 我常常主唱会用 他说主耶稣 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没有家用美貌 他不帅 他也不是韩国奥巴那种 你看到 哇 好帅啊 他不帅 而且他也被侮辱 被羞辱 有一个记载 我很深刻说 他就像别人眼面不看一样 换句话说 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没有存在感 别人好像看不到他一样 他一点都不吸引人的目光 别人眼面不看 那我跟你呢 是很难承受别人也面不看你 因为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我跟你不行 我跟你不能够没有存在感 为什么我跟你做事 需要别人看到 需要别人一点点的认可 赞许 因为我们不能够 没有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把身边的人当你死的 要你不存在 这个太痛了 我跟你需要 某种程度 需要别人看到 给点认可 给点赞赏 那我们觉得 我还有点价值 有点存在感 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本来应该是最有存在感 创造天地都是他造的 一草一木都有他的印记 可是他说 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时候 成为一个最没有存在感 人眼面不看他一样 他说 我把你这种 最没有存在感的恐惧 这种的痛 放在我身上 我帮你背 我把一个你渴望已久的存在感 永恒的存在感给你 你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 这个身份是永恒的 永远都有存在感 还有很多的尊荣 还有很多的赏赐 永恒的基业要赐给你 这份存在感是 陪伴你到永远 他说 你那份没存在感 放我身上 我好像边眼面不看一样 我背了你的恐惧 你可以坦然活出 神给你的这份的计划 所以主耶稣说 假如你想得到神的赏识 follow me 用一个最真实的方式 忠心地完成 神给你的计划 无论人看得到 看不到 看得到就看得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就把它做好就好 天父看得到 这才是重要 隐秘中行持的事 不就是一定别人看不到 是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 哦 原来我就很自然的行出来 重点是什么 天父知道 天父看得到 他一定把最大的奖赏会给你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主 不然不但只给我们能够得救这份的恩典 居然还给我们能够得赏 帮助我们 真的忠心地把你赐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生命 能够用最真实的方式能够活出来 让身边人看到 不会把荣耀归给我们 但是会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在天上你付 帮助我们 无论有人看得到看不到 我们都忠心地活出 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认真的用好你给我们的恩赐 用在一个对的地方 能够忠心地用 能够把福气 祝福带给身边的人 但有我们每一个会的人 不但只能够得救 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得赏 你能够得到你那句 最渴望的奖赏 就是我们原来都是 你心目中忠心良善的仆人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